今天来掌握的是裴洛西访台 中午总统蔡英文在台北宾馆设宴来款待访问团 下午到了最终的行程 就是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现场有武装警力全面戒备 目前状况如何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陈友 好 主播 各位观众 现在借人的位置就是在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您可以看到其实在景美人权文化园区这边 景力的戒备是非常森严的 因为在今天下午2点40分左右的时候 陈友的访团是来到了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这也是这一次陈友的访台行程的最后一站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警力部署 是非常多人的 因为预估至少是有130名的警力 然后也可以看到警察身上是穿着 霹雳小组的装扮 然后还有鹤枪时代 全部都是守在景美人权园区的门口 就是非常担心会有一些城抗的团体 可能是會來到景美人權園區這邊抗議 因此警方都是不敢懈怠的 然後我們在現場也可以看到 有不少的民眾都是直接守在這邊 拿起了這個相機手機來拍照 因為他們就是為了要目睹 這個裴洛西來到這個台灣的坐車 當然我們也可以現場 直接來訪問一下民眾 因為也看到他們都是拿起了手機來拍照 我們來問一下 為什麼今天會特別來到這個景美人權園區 我是剛好有路過 那你們知道今天那個裴洛西會來這邊 有 有 昨天有看到新聞 對 那現在覺得現場的這些警力的狀況 部署怎麼樣 我覺得適度的 這是適度的 對 那你怎麼看待這一次裴洛西的訪台行程 我認為他調動兩岸比較敏感的神經 兩岸長久的和平來講 是比較不利的影響 對 那會不會覺得他就是人就坐著飛機就走了 但是之後的這一些後果都是台灣人要來承擔的 當然啊 當然啊 對啊 他只有來一天而已啊 那後續所有的事情我們都要概括承受啊 我們覺得他此行對兩岸關係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我們覺得非常遺憾 所以是不是覺得他不應該質疑的應該一定要來台灣 當然啊 當然啊 我認為喔 政府應該有所作為啦 就是說 不是說 美國政客他想要來 我們就歡迎他來 有時候挑動兩岸神經 長久來講 對我們並不見得有利啦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我們可以聽到 其實蔡政府一在強調說什麼 台美關係 堅肉磐石嘛 可是呢 在這一次的訪台的行程過後呢 恐怕呢 對於大陸 對於台灣的相關的這一些措施 有一些可能軍事演練呢 恐怕會變得更加的頻繁 但是這些狀況可能都是台灣人必須之後要來承擔的 那麼當然我們在現場除了有看到這些警力的部署在這邊之外呢 現場也是有一些這個承抗的團體來抗議喔 那麼現在你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這個警力呢 慢慢的又來到了這個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門口 應該呢 就是要來戒備喔 稍待會呢 整個裴洛西車隊的離開 當然其實在現場稍早呢 也有這個承抗的團體喔 是來到警美人權園區 周遭來抗議喔 舉旗抗議 那當然警力喔 警方呢也是圍起了人牆 把他們擋在一頭 那麼根據瞭解呢 這一次喔 裴洛西來到這個警美人權園區呢 監察院長陳菊也是親自的來接見 那他也是呢 見到了一些這種人權的人士 包含了吳爾開西啊 還有這個李明哲 以及林榮基等人喔 就是在這個 警美人權園區接見 同時也進行一些會面 那會選在這個人權園區接見呢 也是有一些這種別具意義的存在 當然呢 這一戰也是裴洛西在台灣的行程的 最後一戰 那麼預估呢 下午五點左右 裴洛西就會離開台灣 那麼以上呢 但是我們掌握到的最近狀況 把現在鏡頭交還給同內 感謝陳佑的完整報導 那麼繼續我們來掌握的是 中國大陸外長王毅在柬埔寨出席的門外長會時 他就特別說 裴洛西訪台是一場這個徹頭徹尾的鬧劇 他還說這個蔡英文是爆美國的粗腿不放 身材放話說玩火者沒有好下場 我們來聽他怎麼說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 美方打了所謂民族的皇室 在幹著侵犯中國主權的勾當 台灣的蔡英文之流 抱著美國的粗腿不放 背棄民族大義 這些道行逆施啊 根本改變不了一個中國的國際共識 也根本改變不了台灣必將回歸祖國的歷史大事 玩火者絕對沒有好下場 但我中華者必將受到懲處 謝謝 好 我們繼續來看到的是今天一大早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前往立法院拜會藍綠黨團 但有一位口譯人員多次打斷 裴洛西的談話甚至還笑得很大聲 被人直呼說以為是開同學會嗎 證明口譯女子第一次打斷 裴洛西是翻譯時發現麥克風有問題 而工作人員換好麥克風之後呢 裴洛西準備要發言了 但她又突然間打斷 並且直接在她面前直接翻譯 而再來是裴洛西講到一半 又被打斷一次 讓裴洛西其實有點尷尬 面露尷尬的Fan 放上麥克風 更揮手表示 並沒有要繼續發言了 而現在呢 我們看到的畫面是 當裴洛西講到一派輕鬆的時候 台下也都是輕鬆的微笑 但是這名口譯女子卻笑口敞開 這個笑得很大聲 讓人直搖頭說國際場合這樣子的態度 似乎有點不好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一種這個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呢 它大概有4公升 小的地方 像這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怎麼買呢 來 這邊有個QR Code 我先要買的話 請你輸入CTF285 好啊